这个是刚刚到货的Ogato的V3麦克风 这个是减增价 这次我买过最贵的麦克风 哇真的是 心很痛 钱包再低血 为了这个麦克风呢 我还把我手头的两个Blue液体给卖掉了 一个Blue液体 一个Blue液体 这两个加起来两千多块钱 最终呢 闲鱼只卖了一千三 而这个麦克风 单一个麦克风就一千三了 合着来两个Blue液体 就抵一个麦克风了 这款麦克风呢 是半年前Ogato的市场部小姐姐安利给我的 他说这款麦克风呢比Blue液体好很多了 也不屑跟Blue液体比较 所以呢就在我心中种草了 我就心心念念很想要这款 但是实际上我并不知道这款的表现怎么样 现在还没有拆封 还是全新的 还可以退货 真的不知道这款麦克风的表现如何 现在还有退货的机会 如果拆封的话就退货不了了 只能幸运卖掉了 Ogato呢 它是1992年成立于德国 它是一个专为内容创作者提供硬件软件 是世界非常流行的直播技术的提供商 对了没错 半年前就有这款麦克风了 但是直到这个月还是三个月才进入中国 这款麦克风1300 这个减增价300块钱 加起来了1600 再加上京东白条 总共要还的钱2000块钱 哇真的是 好贵啊 你知道吗 Blue液体真的是便宜很多 麦克风减增价 支架 防喷网 套餐才1700 而且那个支架的价值1000块钱 我之所以还没拆封 是因为我还在有遇到的LBL 这款麦克风真的是很贵 而且呢 我不知道它到底有没有像 奥卡道的小姐姐说的那样 那么好 那么呢 我们来说一下它的优点吧 首先呢 它是Type-C的接口 这个比那个Blue液体的麦克风USB 好很多王儿子 非常现代的接口 而且呢 机身非常的小巧 那么呢 这款麦克风呢 它支持90 可以赫兹的那个 采样率 然后呢 位框24位 非常高端 还支持Clip Guard 防暴音的技术 还有Valium的这个调音软件 混音软件 再搭配那个Steam Deck呢 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那个直播方案 这款麦克风顶部可以触控式经营 这是非常危险的一步 拆了之后就没有办法退货了 我还想着 要不要把这两个退货了 然后呢 把之前卖掉那个Blue液体再买回来 就将旧的用着 咱们拆了吧 这已经没有办法退货了 没有会投入了 这是真的很贵啊 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样 包装怎么回事 难道我敢打开的方式有问题吗 这个是说明书 配件盒 麦克风本体 下面还有东西 没有 纸笔 这里贴的一个贴纸 分量还是非常重的 这档比图片好很多 比这个好看很多 这个是牙光色的 接下来呢 是这个减增加 也是一样 拆了之后就没有回头路了 好了不能退货了 按针书鸣 按针书鸣 哇好重啊 我觉得我应该拍三招的 不用拍了 算了 没必要拍 这个是减增加的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配件里面都有啥吧 一个螺幕 这个是转换的 然后呢 这个是Type-C的接口 Type-C转Type-A 非常好 很长 这根线非常长 不知道多少米 好的 这就是麦克风主体了 Ogato的logo 上面是静音按钮 触碰式的 然后呢 这里呢 是旋钮 刻度感还是很明显的 可以调整麦克风的音量啊 静听音量啊 然后呢 后面 来开脚后面 Type-C的接口 静听接口 可以长耳机 非常的整洁 是不是 这个麦克风最重的是这个底座 这个底座很重就是了 我们把这个拆开来 突然想起来一件事情 这个可以这样放 好像可以 也能这么玩的吗 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东西 不直接碰到桌子上 看来还真得买那个玄壁支架了 这是装好之后的效果 哇 真的是有毒 我在干嘛 这个应该要自高一点 这个麦克风非常的轻 像个小手机一样 当然这个手机太厚了 这底座呢 非常的重 金属材质的 好了 这就是擦上之后的效果 左边这个是StreamDeck 导播台 然后右边呢 这个是海盗船的K100 后来呢 我买了一个十几块钱的玄壁支架 然后就可以把这个麦克风给制起来的 然后我现在说的这段话呢 就是这个V3麦克风来录制的 再给你们看点东西 这个是微量回音软件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我现在输入增益是36% 好给你们听一下背景噪音 我现在不说话 如果我把它调到最低 是不是非常的安静 如果我把它调到最高呢 听得到 是不是 这个风还是 连电脑机箱的风扇都听得到 然后这个是麦克风和PC的回音 就是可以调节 你麦克风声音 还有PC输入输出的声音的比例 比重 这Clip Guard就是反暴音的技术了 然后呢 这个增强性低切 绿波器就是 当你距离大于0.5米的时候 可以消除低频 然后这里还可以添加一些东西 就比如说 你可以看到这里 可以添加游戏源 聊天软件 浏览器 音乐 就比如说音乐 就比如说音乐 我把它选择输出到这个Welling Music 然后播放音乐的时候呢 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音乐这里 它输出到这个地方了 总之呢 这款软件有很多东西都可以调的 你们可以自己去研究一下 总之呢 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蒙 它不像我之前的那个Blue Yeti的麦克风 现在我靠近这个麦克风说话 咱们最后来对比一下Blue Yeti 还有这款麦克风的声音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试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试看 喜欢的话 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可以第一时间收看到最新的视频了 好的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